意思是我上市公司的股东或大股东里面 股东里面他有不同的其他的资产 我除了我上市公司的资产 我还有其他的资产 那么我想把我其他的资产 装在我有股份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主体里面 这就我们把它称之为整体上市 那么怎么装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 中店产业的一个整体上市 那么中店产业他下面的一个股权结构 他持有中软总公司的百分之百的一个股权 那么这公司就是我们要装的另外一块资产 是他非上市的一个资产 另外他持有中软股份 百分之四十一点八三的一个股份 那么中软股份主要是软件来的资产 那么现在我的想法是把 我上市公司外面的这一块中软总公司的资产 装到我下面的上市公司里面 实现一个整体上市 那么他是用自有资金来设购的 这个就很简单了 那么我上中软股份 这个上市公司 我向我的大股东中店产业支付7533.2万元的一个资金 直接购买你上市公司股东下面的就百分之百的中软总公司的一个股份 那么购买完了之后 他的一个交易 他的一个股权结构就变成了中店产业持有中软股份 对吧 上市公司百分之四十一点八三的一个股份 那么中软股份下面就有两个资产 一个是原有的软件来的资产 一个是百分之百的中软总公司的一个资产 第二个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安钢集团的一个整体上市 那么安钢集团同样的 他有两个重要的资产 第一个是我上市公司 安钢新闸 百分之三十八点一五的一个股份 上市公司 对吧 上市公司下面 他当然有资产 第二个就是我有 百分之百的一个新钢铁公司的一个非上市的一个股 公司的一个股权 那么他采取的方法是定向发行的一个方法 那么操作比较简单 就是我上市公司这个主体 我向我的一个股东 安钢集团 发行 29.7亿的一个股票 那么上市公司的一个股东以审败对价呢 那么我以我要装的一个资产 新钢铁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来对价 那么这样的话 交易完成之后 就把新钢铁公司的一个资产 装入到了这个上市公司主体里面 那么新钢 这个安钢集团 安钢集团 他的对上市公司的股份 对吧 也自然就增加了 变成了69.11% 所以通过整体上市 那么安钢集团 他在钢铁主业资产对吧 全部就支付到了 这个安钢新杂 这个上市公司主体里面 那么安钢新杂主要是 主要就主要是 他严有来有一块资产 那么严有的资产 他可能当时存在一些问题吧 那么他所以这个安钢集团吧 他想把我现在的一些 比较现代化的一些生产生产 工艺流程 主要是关于交化 烧结链铁链钢的一些 这个资产线 而装复到 这个上市公司主体里面 那么使得我的整个 上市公司资产更优质 对吧 当然安钢其实比较大 他除了这两块资产之外 他也外面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公司 其他的一些种资产 我们接着来看 另外一个案例 宝钢集团的一个整体上市 那么宝钢 他持有宝钢股份 85%的一个股份 那么他现在准备把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主要是 钢铁资产也是 那么主要包括 这种钢铁的一个一些精品 产业链和相关产业 这三块业务 那么他准备把这些资产 装入到上市公司里面 实现整体上市 那么这里是通过定向增发 以公开发行操作来 同时来进行完成交易的 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上市公司 安钢股份 我向我严有的安钢集团 这个大股东 我发行股份 你以现金来进行一个对价 那么同时 我这里发的同时 我也向公众 社会公众来发股份 获得资金的吧 获得102.4亿的资金 那么交易完成之后 对吧 发现我的股份 我的股份已经释放出去了 对吧 那么宝钢集团 那持有的股份就更多了 持有77.86%的一个股份 但同时 我上市公司 我获得的很大的一个现金 我有256亿的一个现金 那么有资金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来购买 我的股东 宝钢集团下面的 要装的一个资产 所以他在以280亿的一个作家 来购买标利资产 这样的话就实现 把标利资产 装入到上市公司 这个主体里面 那么完成之后 对吧 安钢集团就持有 宝钢股份 77.86%的一个股权 那宝钢股份下面就有两个资产 原有的资产 和装入的一个新的一个资产 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体上市的一些 比较常见的一些交易方式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了 这个上市是说 我原有的两个可能不相关的一个 几个主体 那么我进行一个交易 实现一个你上市的一个主体的资产 装入到上市公司主体里面 他的所有钱发生变化 那么 整体上市的话 他其实没有触及到 刚才前面我们说到的 关于借和上市的一个条件 因为他的所有钱还是 我同意 还是这个股东 对吧 我的大股东里面 无非是我两块资产 我帮一个新的一个资产 注入到上市公司里面 那么这样的交易的话 他的名字 他上市公司的这个名字 也没有 也没有变化 那么这 就整体上市主要 也属于一个重大资产重组的一个 一个项目的吧 那么他跟借和上市 还是存在一些区别 那么通过 我们刚才讲的 关于IPO 关于借口 关于整体上市 这种这些案例 大概的从实物角度 让大家对资本市场的一些 运作模式 有个更好的了解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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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